关注防颤 预防祖宗 每年6月6号是中国防颤日 今天张大夫跟大家说一说防颤的话题 手机前面 无论是自己家人 如果有防颤的 关注防颤的 这期视频一定要耐心听完 说到防颤 咱们日常生活中 大家稍有医学常识 好多人都知道 这个防颤的全称叫做新防颤洞 是老年人最常见的 一种心理时常类型 现在全球防颤的发病率 是2%到4%之间 而咱们中国 这个防颤病人至少是1000万 现在应该说是1000万以上 而且它的特点是 随着年龄的增高 这个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防颤最大的危害 不是说导致猝死 或者说马上的人就不行了 更多的 它是提升族中的发生机率 也就是咱老百姓的话 导致脑梗猜 相关研究显示 这个防颤的病人 发生脑梗的几率 是正常健康成年人的五倍 可见防颤最大的危害 就是脑梗 那么好多朋友说 这个防颤为什么会发生脑梗 其实防颤 就是新防失去了正常的收缩 规律的活动 而代之以不规则的 这种无效的收缩 这个时候 这个心防内的血流速度 就会减低 血流速度减低之后 这个血流就会形成 湍流 就会形成血栓 而血栓再被打到 打出去 在心脏打到大动漫 跟着这个血流 来到全身的器官 栓到哪 堵哪 当然不一定都是脑梗 有的别的地方 别的脏器也有可能被栓塞 但是应该说脑足中 脑梗塞是危害最大的一个危害 那么好多朋友会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 怎么要注意它 好多人如果有症状的话 他会觉得心慌 甚至有的人会眼前发黑 头晕 眩晕 包括心前驱的这种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这个时候如果一摸脉 觉得这个脉乱跳 一定要做个心电图 警惕防颤 当然这个防颤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了好多人70多岁以上 80岁以上的时候 它就毫无症状了 每天颤着 但是也没有什么症状 这个时候更要警惕 要通过心电图 来明确诊断 当然明确诊断之后 好多朋友说怎么治 实质上涉及到三大块 第一大块用药 抗凝药 抗心理失常药 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当然这些年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治疗方法 也是越来越成熟 比如说射频消毒手术 比如说左心耳风毒手术 都是适用于不同的仿禅患者 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 尤其是实力比较强的 心血管医院的专业医生 心理失常方向医生的 正规指导下进行诊疗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 能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尤其是关注房产的朋友们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关注房产 或者已经得了房产的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把这视频转给他 让更多人开始重视房产 远离 预防脑足重 好吧 今天说到这儿吧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智英大夫 谢谢观看 感觉